这位是刘恩和大哥 刘大哥家制作的是 当地传统发酵美食 白芙乳 又到了一年一度开谈的日子 刘大哥表面平静 其实心里十分忐忑 您是不是也特着急 着急吧 刚听你说就等我了 来 打开看看啊 好神圣的感觉 一 二 三 一打开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好香啊 太有味道了 你弄个大馒头 给大馒头一搬 给它往里面一加一抹 那也叫三明治式的 三明治啊 中国三明治 好吃好吃 我们品尝的这坛白芙乳 是这个院子里两万坛中的一坛 浓郁的香气告诉我们 他的同伴们也都能顺利开谈了 刘恩和大哥终于吃到了定心丸 刘大哥的白芙乳制作记忆是家传 撒上盐 逼出豆腐中的水分 这样豆腐块就会变硬 可以避免发酵时豆腐过早酥烂 不成形 同时盐还能抑制微生物生长 防止豆腐变质 一星期后 豆腐块装弹 倒入祖传的秘制调料水 再加入一层香油 然后封弹 在一百天的发酵中 坛子里就变成了微生物的乐园 毛酶等微生物产生的蛋白酶和脂肪酶 将豆腐内的蛋白质分解成 带有香味的醇 脂 氨基酸等物质 不仅增加了营养 还改变了豆腐的质地和口感